好的,各位职场朋友,在这一课当中呢,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哈,93课就是让大家好好的用一用这个我们目前为止所学的实态,所以我们的知识拓展部分呢,就围绕着这个说事了,也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让大家能够做到综合使用各种实态,OK,那做什么呢?还是那个老方法,就是防写了。 93课呢,虽然不难,但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实态,所以在座的各位,今天的任务就是仿照93课来仿写一篇文章,那我在这儿呢,也仿写了一篇,大家也可以仿照着回去做一做,我这儿呢,说的是另外一人,因为我们上说的是Nigel,是吧?那我呢,又编了一人,这个想必大家都认识哈,是就是家有儿女里面那个小虎儿,叫张一珊,好,那我这么说了哈,我说,张一珊呢,是我们新班了。 来的隔壁邻居,大家来想想怎么说呢?好的,我说,张一珊 is our new next door neighbor,他是个演员,叫做He's an actor,他曾在北京五十五中读书,叫做什么呢? He was,注意了,因为他以前在这儿读书,所以是过去是,He was in number 55 middle school in Beijing, 接下来,下个月,他将飞往山东,下个月的事情将来时,叫He will fly to 山东 next month, 再接下来,再下个月,再下个月怎么说呢?叫做the month after next, 那就是,the month after next, he will fly to Hong Kong,好,现在他在上海, 也就是,此刻他在上海,此时此刻,怎么说呢?有人说了,叫now, 但是呢,还有一个此组,能够表示更此时此刻的,叫做at the moment,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叫at the moment he is in Shanghai,这就可以了, 他是一星期以前飞到上海的,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么说, He flew to Shanghai a week ago,再接下来,再下个星期他将飞回北京, 在下个星期怎么说呢?叫做the week after next,他将返回到北京, 就是he will return to Beijing the week after next,他只有21岁, 但是呢,他几乎去过全中国每一个地儿了,那怎么说呢? 我说he is only 21 years old, and he has already been to nearly every place in China, 接下来张一山是个幸违的人,张一山is very lucky, 但他爸爸运气不好,but his father isn't very lucky, 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待在北京,叫做he always or he usually stays in Beijing, 就可以了,OK,好的,那今天回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说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尤其这些经常特忙的人啊, 其实在这儿,明天又到了另外一点儿啊,就特别特别好了, 所以请大家务必回去做这个事儿, 做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你对于更多的这些所有的事态,就会有更深的理解,OK,好了, that's it